恭喜ZGDX 恭喜Chessman顺利拿下 OPL全国联赛入围赛第一场的比赛 那此时此刻 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 谢谢粉丝们的支持 全国联赛会全力以赴 看来诚哥非常懂粉丝们的期待啊 那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的比赛 你们对战到的 是OPL席未赛 联赛升上来的升班马吗 那ZGDX作为传统强队 显然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这样有点大吃一惊 那怎么会这样做呢 这是你们的取胜秘籍吗 不是 是我们的中单看谁都很怕 稍微淡慢哪个队伍 就是我们的膨胀 今天早上出发之前 他还在基地大声地宣布 我们比赛会翻车 看来诚哥和我们ZGDX新中单 相处得很不错啊 也不是很熟 但是他很强 态度也很认真 身为队长 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伍 有他的加入 今年夏天 ZGDX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也是 混音 他也有受益 我就欠人 让我不要 如果你 你得真的 都躲在这里哭 明知故问 因为 输了比赛吗 跟一群狼崽子一般的刺激 战队选手抢来的比赛名望 我们满心欢喜地到达赛场 没想到 输得这么惨 本来输了比赛就已经很不开心 全都看见竞拳养殖长连帮的 那么难听 以前不是没有看到过电竞铁吧里 赢了吹输了黑的情况 我也做好了输了会被骂的心理准备 果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还是接受不了 想抓住每一个人告诉他 当时真的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发育灯打团 干渴不了是因为真的干渴不了 下一次有准备就会更好 可是没有机会了 这么多人 这么多帖子 这么多人忙 根本回不过来 你都知道那些人是赢了吹输了黑 干嘛还那么在意 因为以前总说我能带队伍赢 我最会给队友创造机会 虽然表面上看 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追逐机会 但他们不知道的事 我们队伍每一个人都渴望一个这样的机会 都非常努力 都梦想着进入OPL 在全国观众面前 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知道ZGDX很强 我们应该打不过 原本想的就算是输 也不会输得这么难堪 至少不会一点机会都没有 在我们内心深处 而只渴望的 就是一个这样赢的机会 你怎么会 我懂 你怎么会懂 一打职业赛就在这么强的战队 然后你自己也很强 不会有人骂的 不会被骂不沾锅的 可能只有我们队长而已 如果有哪一天 ZGDX输了比赛 绝对会被他们吊起来骂的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其实你现在的心情 是因为当时赢的时候 被捧得太高了 所以现在输了 才会摔得疼 这种感觉 倒也是蛮熟悉的 我刚入队的时候 算是出声牛犊不怕虎吧 赢了一场训练赛就意气风发 后来 遇到了韩国TAT战队 你知道的吧 那次快被阿泰打得要孔寒了 现在打队的时候 偶尔看见那个ID 还是会吓得手心冒汗 至今还没找到痊愈的办法 可是从全国联赛开始 你的状态就一直很好 看不出你紧张 不适应 你和你的团队配合得很完美 我看你其他队友 对你也很信任 你的队伍也很好啊 而且这才难到哪儿 你们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作为从席位赛上来的升班马 在遇到更多职业战队的打法 和战术之后 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下次再在赛场上遇见的时候 你们会变得更强的 结果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你们打爆 轻轻松松 庆圈养殖场说轻轻松松 就真的轻轻松松吗 自己被专队带的节奏是什么鬼啊 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轻松 你不如来问我 我最有发言权了 为了研究你的打野路线 和战队打法 我把你们KING战队 所有的比赛视频都看了一遍 所有的结论 都是在看了几十场比赛之后 才得出来的 今天比赛之前 还在看你们席位赛总决赛呢 你看我的黑眼圈 所以别哭了 哭什么呢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如围赛的意义 难道不就在于此吗 没有哪个战队 赢另外一个战队 是可以轻松取胜的 所以不用这样妄自菲薄 自己正来的OPL一席之地 就坐稳他 你有点烂好人 我只是不喜欢被无脑吹而已 让其他队伍都害怕你 不好吗 哪儿好了 我每天熬夜复盘看比赛 看得眼睛都快瞎了 为的就是吹准无形之牛 在开导你的同时 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别人看起来轻轻松松打败你之前 谁知道死底下做了多少功课 大家都是人类 怎么可能就有一个人 强得像外星人一样 所以 永远不要轻敌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谢谢你 走吧 诚哥 打了你那么久的电话你没接 原来躲在这儿啊 我 玩什么呢 专闭藏啊 你挑的这个地方真令人出乎医疗啊 不错 挺聪明 你什么意思 能不能好好说话 谢谢 我先走了 诚哥再见 喂 找到他了 马上来 你把别人家战队的打野 在安全通道里面搞哭了 什么意思 表面意思 他为什么要用那种哀怨的眼神来看你 刚才他确实在安全通道里面 我也确实在 刚刚他确实是哭了 但是 怎么说呢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什么叫把对面家打野搞哭了 稿子不能随便乱用的 那他为什么用那种哀怨的眼神看你 那怎么就是哀怨的眼神 那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神 你不觉得那是崇拜的眼神吗 那是被驯赴的眼神 他们人呢 你搞这种事情还想他们等你啊 你说你跟战队队长这个头衬 是不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啊 打两场比赛收集两个队伍队长 基游啊 OPI2020鲜亮发行邮票吗 你闭嘴吧 你也是队长 我闭嘴 谢谢大家